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最大的迪斯林乐园奥兰多迪斯林乐园的动物王国外面 这座迪斯林乐园开放于1971年10月 所以今年是它的50周年开园纪念日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迪斯林乐园 它占地124平方米 相当于五分之一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 四座主题乐园 三座水上乐园 32家主题度假村 而且它这个动物乐园 大家都好欢乐 来到这个乐园 每个年龄的人们都可以化身为小朋友 享受这些童话般的乐趣 刚刚打断了因为那位老大哥悠扬的歌声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迪斯尼夜生动物乐园 据说有好多好多可爱的稀有的动物在里面 还有一座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四地过山车 阿凡达热门项目超热门 在这附近的度假村 是一座与动物亲密接触的主题酒店 大家住在里面可以和动物一起吃早餐 我是穷人我就不去住了 现在我要进这个大门了 打开新的动物世界的大门 我看大家都是这种迪斯尼颜色小文艺挂在身上 我也想买可是我不能再多行李了 不然我真的是拖不动了 哇你看他们这机器上也是米奇的元素 终于进来了 刚刚还遇到一个小差距 我还以为我今天进不来呢 拿一个这一个地园 哇天气报说今天会有中雨 虽然现在敲过来乌雨 但是希望会有好运气吧 我进去了开心 大家记得我月份来奥兰多的 全球最美的环球影城吗 四日票只要1300块钱左右 我没记错的话 对1300块钱不到四日票哦 每个元都可以去的哦 而今天我买的迪斯尼的一日四元票 只要人民币200块 而我买的周一的票 只要人民币118元 上海迪斯尼大家知道多少钱对吗 哇又录到疫情的羊毛了 开心 哇看前面有一棵巨大的人造树 要进入飞车乐园了 看我后面是迪斯尼跟米尼的小河游船 这边在介绍 幽默的迪斯尼还有他们的聪慧习惯 是隔鸟内爱好者 咦 这是什么 红袋鼠突鳩 这不像租旧啊 这是猪幻吗 哇 这是小的火腻鸟吗 超可爱 这里还要放真的这一个 同龄挂翼大果实 会冒烟 现在没有冒 刚刚走进了就冒了 我看看是什么 哇 食人果实吗 你看它这一个恶心的果实 它也给你绘声绘色的展现出来了 全员最热门项目阿凡达 等待时间一个小时10分钟 就在这个巨大的曼腾石块下 我来排队来了 据说是一个仿阿凡达电影场景的 自地过山车 应该不会太恐怖好了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 大家要穿过一条条的同龄小道 巨大的龙蛇篮 爬满了岩石的缝隙 半针半钾的植物混杂在这个环境当中 看这个路两旁的这个装饰品 石头做的海螺号一样的装饰物 这边好凉快呀 就进了石头通道 我应该没有走错吧 我不要走得这么长 对我发现自己排错了 又进入了一个通道 开始有阿凡达电影 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内部的排队区 看我后面的人 现在进入了一个实验区 我看了一下我来的时候 这一个阿凡达的项目排队时间是70分钟 现在已经变成90分钟了 看来大家跟我一样 都是漫漫悠悠的来晚 我是中午吃完饭才过来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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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阿凡达的DNA改造实验室吗 哇哦 看着骑着翼龙到阿凡达了 等了4个3分钟 又进入下一个通道了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通道 就要上车了吧 我在第三号 不知道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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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家都在楼下 我一个人要上到我们那里 看一下他让我进 1号房间 是这里呢 我为什么每个人进来这个房间 请记得大家可以看到镜头 4 4 诶 我要戴什么 刚刚戴错了 是全部戴在个门上 现在这里 先在这里 看镜头 5 5 5 6 5 5 6 6 5 小朋友看到了吗 哈哈哈 他会吓死了 全程都被你捡脚 只要有这种服装 他就捡脚 他现在还捂着自己的心脏 你看 出来以后她说 她这辈子都不会再来做阿凡达 他开始说 我不会再来做阿凡达了 后来又加了一句 我这杯都不会来 就跟我上次玩哈里波特的禁忌之旅一样 好玩了吧 其实我开始很害怕 但是它的那一个高度补充的自己感觉 又是张弛有度的 就很刺激 但是又不会让人特别害怕 又非常享受那种战利感 这个画面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我还要再去排一个队 上面写的是70分钟 实际上我只排了差不多40分钟左右 我就进去了 一定要去再去体验一下 不愧是这个度母王国里面 最热门的项目之一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在暑假期间 它排队至少要三个小时 所以40分钟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就要去再玩一次 一开始 做了一个像上海的急速光的 不是要这个名字吗 我就说过一次了 就很像那种上海的急上去 因为你是急在单身上面 阿凡达基因连接的恐龙上面了 那个就是你的坐起你的恐龙 骑上去以后 整个空间穿梭一穿出去 哇 就是上一年前的恐龙时代 到处都是原始动物 原始山林 原始森林 原始海洋 你可以看到夜市里面 非洲动物大迁徙的场景 就在地的脚下 奔跑的野兽还会用它被拱一下 你会被弹起来 最开始一出场的时候 就是一个快速俯冲 在山林间给你来个下滑 我后面其实还很平盛 有一个非常非常让我难忘 又享受的场景 就是在晨曦的光芒 透过巨大的原始森林的林夜间 透射下来 而我们就在这一个 被晨曦阳光和树荫所包围的 巨大藤蔓的环境中 飞翔 还有很多翼龙在我们周围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场景 就是冲入到海洋当中 无数的原始巨金 从水面翻越上来 浪花也翻涌上来 你在浪花中穿梭 第三个我很喜欢的场景 就是会到一个山岩山洞里 四周一片静谧黑暗 有闪着五眼六色光芒的 水母一样的山间精灵 在你眼前飘荡 你会忍不住 想伸出手去抓住它 突然间所有的岩石 开始散发光芒 同时有闪着光辉的小石粒子 或者说是小灰尘散发出来 营绕在你周围 你又在这其中穿着 哇好美 最后一个场景就是 你骑着你的搬鞋子 穿过各种岩石森林 各种珍奇玉兽 进入到一片祥和的状态 左边是茫茫雪山 右边是月亮一样巨大的光阴的星辰 但是是白天 下方就是一片宽藤的海洋水面 因为有很多鱼类在上面跳跃 你的眼睛正田方 就是散发着巨大光芒的 不知道是夕阳还是日出 因为我喜欢夕阳 我就把它看作夕阳吧 到最后夕阳散发的光芒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整个把你包围起来 你就会穿过层层的青尘轨道 又回到现实生活中 哇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要再去做一遍 现在是65分钟 我又来排队了 我后面的这个父子 我石头姐都不玩了一路 好温馨啊 又来到了阿凡达 他的养成实验室 在一起 进场是一个 单身 哇这次是我最爱的 这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 看到我们前面这一对 可爱的妇女了吗 哇两种不同的感受 上一次是一对母子 都在我旁边 一个小男孩 一路狂吓 惊吓得不行 他的妈妈就 就是会让他扶要脚 结束以后 他就说他这一边在买 我们前面的这一对妇女 超级有爱 这个小女孩就坐在我旁边 开始的时候 他就对他的爸爸说 好紧张好害怕 他爸爸就一直应该 他说 不用怕你看 现在就在扫描我们的基因 你看 因为就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小女孩有时候会不耐烦 说怎么还没有开始 他自己就会说 快了快了 你看这屏幕上是什么什么 开始的时候 担心他的女儿会害怕 就一路上再跟他做讲解 比如说开始 下去就是个补充 他就说 你看好多美丽的鸟儿 是不是 还有到最后说 你看我们到了美丽的瀑布 接下来是一段 非常喜欢的快飞旅程 他女儿在旁边 就跟他一起 特别特别的享受 到最后 就是那个大场景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说 哇我的天哪 好漂亮 最后 他们两个牵手在前面 就说 这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机 你看这是两种不同的陪伴 对不对 一个是对小男孩的 一个是对小女孩的 而且这个不禁超级超级的耐心和温柔 哇 我女儿来了 我孩子里面要是有这样的爸爸就好了 太思维者了 太甜蜜了 哦对了 还是好喜欢这个 阿凡达的体验项目 我这次只排队排了25分钟 现在3点25分钟 那么整个这个项目体验下来就是10分钟 排队25分钟10分钟 值了值了 做了两次呢 这一次又不一样的体验哦 因为这一对可爱的妇女坐在我左边 哇 一路上就更享受了 会去仔细看更多的画面 刚刚给大家忽略了那个美丽的大瀑布 在瀑布中穿梭 浮略过水面 无数珍奇欲兽 天空中的鸟儿围绕着你 还有那个我最喜欢的原始森林 是那种 嗯 大朵大朵的菌菇长在树木上的 另外到最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红色的飞鸟围绕在你脚下 由于我这一次坐在中间 所以最后结束的画面又有不一样 就感觉你在不同的位置 所看到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又有新的感受 石头掉落的那个感觉 淡化的冲击 还有流水的间滴 还有一些怪兽的冲击感会更强一点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选在中间的位置 边上的那种触感 可能会稍稍减弱一点 对了还有我最喜欢那个山洞 原来它那个石头也是像金箍一朵一朵的 事先是石头中间发出盈盈的蓝光 而后那些小精灵般的小碎粒 散发着红色光芒 飘荡在整个洞穴之中 好推荐 接下来我要去玩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非洲丛林穿梭 看各种真实的动物 哈哈